好 当然目前台湾的问题呢 这个家禽类是问题比较大的 整个这个禽流感的疫情呢 不断地往北延烧 我们看到高雄 台南之外 在桃园也已经沦陷了 那么目前在这个压额的部分之外 又出现了鸡的禽流感在台南 那么在北台湾的部分呢 目前只剩下宜兰是安全的 还没有传出疫情 当然当地的民产压赏也没有受到影响 工厂不断地赶工出货 希望能够应付好过年时的需求 刚出炉的鸭子一支支串在铁架上 香气四溢光看就让人想咬上一口 忙着包装工人的手几乎停不下来 全为了这一包包的宜兰名产压赏 影响是有多多少少啦 因为大家是抢着药 所以货量的问题是会有比较紧凑 一天要七八百次 一年的话就几十万次 压赏制作过程相当繁复 从炭烤到烟熏起码要八个小时 现在宜兰几个鸭赏工厂 几乎要天天加班 每天要出产八百次的货量 我们的货品都是在检验规格下 有数据的 而非人工或者是口头上的介绍 业者也不会言说 担心禽流感疫情向北蔓延 连宜兰鸭厂也沦陷 加上年节需求 担心过年前没有鸭可以制作 不得不趁现在宜兰鸭 还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加紧赶工 记者林申李维哲宜兰采访报道